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国好声音寺 国庆假期第二天 民众把握机会出游 几个路段要特别注意 包含国道一号湖口路段 车流量大 时速只有30公里左右 另外还有国道一号 细止要无堵 以及国道三号无缝系统 两个路段也出现 塞车情形 国五的南下的路段 以及国道一号 国道三号接国道五号的 系统交流道附近 车辆比较多一点 而春台几个知名 游乐园和观光景点 包含六福村 丽宝乐园 建湖山交通顺畅 除了九族文化村 因为临近日月潭 中头交流道车流量稍多 时速在60到80公里 这些比较接近游乐区的路段 我们预估还是会 很有可能会有 比较车多的一个状况 当然到下午的话 部分的路段会有的 一部分的北返的车辆 高工局预估下午开始 车潮会逐渐涌现 民众出门得特别留意 这些载车路段 记者黄一帆李永靖 太遇不到